海贼王,草帽团第一个王牌,乔八的高光时刻。破解冰鬼,伤心暴涨。 现在鬼岛的宴会厅一层由于奎因使用了冰鬼而变得混乱不堪,整个楼层的人,无论是百兽海贼团的部下,还是大蛇的玉庭番仲义或是采食场逃出来的武士们都变成了受害者。 可谓是真正的人间地狱,奎因本人倒是悠哉地在二楼看住楼下这群人,面对这种局面,身处其中的索隆等人要怎么办呢? 还好乔八也在,凭极住敏锐的直觉,乔八断定奎因的手中有抗体,也就是解毒剂,只要抗体拿到手,乔八立刻就能复制出大量的解药。 奎因似乎也不准备将抗体撕藏起来,为了让游戏变得更加有趣,奎因直接把抗体扔给了身处一楼的阿普,随即所有人被动加入了争夺抗体的游戏中。 乔八看见以后立刻让索隆去呛,但是索隆也不一定能抢得到,因为这不是单纯的战斗,而是要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下拿到抗体,对于索隆这种战斗狂魔而言并不容易。 所以最大的希望还是在乔八的身上,他有作为医生的良知,既然出现了大量的患者,那么他就有义务为他们治疗,因此乔八也要展示出自己的力量了,为了尽快地拿到抗体并制作出解药。 他必须争分夺秒,在索隆的辅助下,乔八拿到抗体应该只是时间问题,然而制作解药的过程也不容易,因此,第一层所有感染人员的命运都在乔八的手上攥住。 我们都相信乔八可以做到拯救所有人,因为他身边除了索隆以外还有罗宾,罗宾的能力似乎就是为分发解药而准备的,因此乔八必然可以研制出解药,如果乔八成功了。 他就是药帽团第一个封神的人物,他以一己之力破解了奎因的冰鬼游戏,让奎因的计划完全落空,也让他成为在场所有人的救命恩人。 这一次乔八的表现可是被所有人看在眼里,他的事迹也不会再被血藏下去,因此,和之果片结束以后。 乔八的赏金也会有大幅度的改变,一直以来,乔八的赏金都是一个狗,尽管他只有一百倍利的赏金,却时时刻刻在打上亿的价。 这对于乔八来说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,但是现在出头之日终于来了。 乔八的赏金很有可能一次性涨到两亿以上,如果单案背书而言,乔八估计是海贼王中涨价最快的海贼了。 但是正如那梅所说,高额赏金意味着更容易被海军盯上,这应该不是乔八的梦想吧,所以赏金低位长不是好事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